好 这小节主要讲一下VTP环境的一些出头配置 因为现在的工作也基本上准备就差不多了 包括U-COME 电源都配好了 然后呢 我们去按照刚才的这个界面里面 就是用8543 密码的话刚刚说过了 无论的话应该是CADME的密码 来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用它这个初始化的配置工具来做一些配置 这是VDP 就VL数据保护 配置应用工具 它的一个初始化配置界面 是8543段口的 好 这个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做一些配置 我们点下部 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这里边大家看到 它如果说它反应比较慢 就是我们操作无法操作的话 还是换浏览器 目前用谷歌的 实在是不行 咱们一会儿换了火壶去 你现在点下部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那么现在用火壶去登录 刚才五看界面出来了 因为刚才是它慢 等了半天 就说目前它还是谷歌浏览器 我以为是这个不坚 然后这个也读出来了 就是在VDP自改的地址 这个代表咱们当初在部署 导入VDP设定的那个定员是地址 那下面设VDP设计 主机名就不能乱设了 VDP 主机名设都往 主机名应该设 咱们刚才在空里边 添加的那个 A记录 刚才A记录的话 就添加了主机名叫VDP 所以这个主机名必须要按那个走路 VDP 域名的话就是刚才预控 2012域控 就是那个预控的域名 就是那个新建的域名 叫航网加抗 所以就是刚才发现个问题 还是浏览器的问题 就是这个用谷歌浏览器点了半天没反应 现在我用换了火壶了 大家看很快就 在点了上部 我们把这个主机名 域名设完之后 点下部 很快就到了 到了这个 这个下一个环节了 时间就无所谓了 那时间我们还设成 我们这个中国的时间 我们去找上海 我们这个上海应该是在亚洲 这里边有亚洲上海 往下拉 台北 上海 点下 这个是设置VDP 那个 就是后面VDP业务层面的密码 刚才是属于初次化 那个密码 是新的密 咱们现在把密码给它改一下 其实应该是VDP将来我们这个业务层面 管理层面的一个密码 这个是代表它要VDP要跟我们VCenter做基层了 那这个用户名谁呢 用户名就是我们刚才VCenter登录的用户名 就admitrator at vSphere 就代表VCenter它那个管理员的那个SSO的密码 就是SSO单点登录的账户 这是它的密码 IP是我们这个里边是192.168.111.103 目前我们是103的VCenter 但这里边可以写域名 但是我们VCenter目前没有加域 我只能写IP地址 好点下步 进行测试 先测试 测成功 然后点下步 就是代表我们把VDP 集成到咱们VCenter里边去了 最终VDP就可以管控 VCenter里边集群项目的续积 来做一些备份恢复 这步是创建VDP的存储 应该是VDP所用的备份存储 它默认是0.5个T 或者连接线用的VDP存储 现在我们还第一次搭接VDP 应该是没有VDP存储 然后呢 我们这个空间总共是200个G 我们这个EI3 我们这个EI3啊 总共才200个G 所以这里边就需要改的小点 因为我们是测试环境 它默认的话 就是用了5 0.5个T应该是500个G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小点 没法再小了 最小是0.5个T 再往上一个T应大 好 那就我们现在就 这步的话 应该是看能不能过去啊 因为目前我们本地只有200个G的大小 点下步 好 我们看到现在它为我们 我们VDP的存储 VDP存储就说实际上代表 咱们这里边备份存储了 备份存储 你跟应用是同一个存储 什么叫跟应用同一个存储 就是代表我们业务虚拟机 业务虚拟机 跟目前这个 这次到一是代表咱们EI3的存储 它应该本地存储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这个EI3啊 我们这个V3它里边 没有挂工它存储 没有挂工下存储代表 目前是没有107的概念的 没有107背下 没有没有这个共下存储代表 目前这个存储列表当中 只有咱们EI3 100就是11.100 那台主地的本地存储 如果说在实际升等环当中 我们应该是先把基础价格搭建起来之后 应该是干嘛了 应该是先到了这一步 就是做完第一步之后 应该紧接着开始干嘛了 配置那个备份存储 就把那个共下存储给它挂在过来 挂在过来之后 将来可以把它做一个共下存储 把它做一个备份存储 但是现在它没有去挂共下存储 没关系 我们可以练习 背到本地存储 就跟应用是同一个存储 这是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用精简的 因为它那个模式 它用0.5个T 500个G我们是不够的 目前可用就剩下 102个G 所以我们只能用精简 然后点下部 这是代表那个 就是VDP 这个虚拟机的规格大小 4个VCPU 4个G内存 这块我们刚才看过了 在VDP这个管理虚拟机 它在导入完之后呢 它模的大小的话是 4个VCPU 4个G内存的 这个是在这儿 跟这儿产数相匹配的 这个咱们不改成 点下部了 体验就不体验了 直接点下部 然后呢 点下部 点继续 这个做完之后 就整个VDP的 初始化工作 已经做完了 它开始初始化 开始创建 创建那个 从本地存储里边 创建一个经典的 0.5个T的空间 用来干嘛了 用来去做备份存储 用来做备份存储 好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VDP这个虚拟机 已经出售完了 它这个从 出唐配置到整个 重新的启动 这个时间相当长 我这大概等了快半个小时 所以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做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在做任务室的时候 在出售配置的时候 它有一个选项 让我们设置VDP虚拟机的这个 硬件规格 它目前的话是四个VCPU 四个VCPU 然后呢 是四个G内存的 所以我们在到内部的时候了 在实际生产化当中 可以把这个内存的加大 加大 这样就导致它下次万一重启的话 时间可以短一点 好 而且大家看到 目前 出售完之后呢 它这台GD被加育了 这是VDP虚拟机 它被加育了 然后呢 我们登陆的方式 我们下次登陆方式 还是用原来那个地址 还是用8543 那个地址来登 点高级 用户人还入着 但密码就是我们后来 在做任务室的中间 它有个设置密码 就更改那个VDP的 那个凭证那部分 这是要用新密码来登 登陆进来之后呢 这回它的界面就跟原来不一样 第一次登陆的话 应该是出售化的界面 只让你去配置相关的一些 这个VDP的主机名啊 包括你配置VDP的这个 凭证啊等等 你一旦出售完之后呢 它的界面就到了这个界面里的 包括可以看到VDP的目前的一些 这个服务啊 都已经起来了 包括这里边它的存储 存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存储的 VDP啊 就VDP这个虚拟机 它的存储空间大小 它这里边总共 VDP的话 这是用了这么几块硬盘 封区 默认的话 VDP导进来之后啊 它是用了两块硬盘的 一块是200G 一块是256G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它跟这有关系 这是 这道一是代表 这道一是代表我们那个 VDP所在的一些主机的那个数据存储 然后这些文件应该是VDP 它底层的封装文件 就是VDP的虚拟机 实际上我们 我们在VDP导完之后啊 导完之后呢 在数据存储里边 这是ESI100 在数据存储里边 然后呢 点流浪文件 能找到VDP的虚拟的封装文件呢 这是VDP的那个封装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能看到 VDP的那几个文件呢 其中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虚拟磁盘 虚拟磁盘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来源 这是代表它的升级部分 就是通过VDP升级 也可以通过这个入口 8513升级 这是做一些简单的恢复 好 其实一旦出售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8513就用不着了 就是这个8513的入口 我们就不再使用它了 那我们怎么做备份呢 我们在做VDP出售配置当中啊 大家还记得中间有一个 跟VCenter 跟VCenter做集成的一个界面 所以就它把VDP集成到VCenter里边去了 那我们怎么去查看呢 我们登到VCenter里边 查看这个主页 在主页里边啊 其中它应该多了一个VDP的 多了VDP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是有一个VDP的 我们重新登录一下 我们重新注销VDP 为正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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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把你放在一起 啊,我把你放在一起 好 现在是用微生的重新登录里边 重新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在组页里边 打开组页 看看它会不会多个VTP 这不多了一个吗 就多了VTP了 这就相当于把VTP已经集成到 这个集成到我们那个微生的里边了 好 这是我们 这个小节任务主要是说 怎么去把VTP迅迹导进来之后 怎么做双配置 就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很耗时间 尤其是VTP虚拟机 启动时间特别长 所以我们在做生产版当中 部署当中 要建议大家把VTP虚拟机 把配置的加大 尤其是把能力加大 我们默认的话是4个G 是明显不够的 我们可以把4个G变12个G 好 这是这个小节任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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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